大家好 看到了你 到了今年最後一次的劇推啦 最近Netflix出資拍攝的韓劇呢 真的是一部比一部精彩 那最近這一季就有四部口味很不錯 你有沒有跟上這波熱潮呢 馬上來跟我們一起看看吧 2.5顆星優秀女巫賈斗星 由新一代童星擔綱主演的網路劇 劇情講述為了平安度過18歲 擁有神力的年輕女巫 對上只殺客業倒數第一名學生的二鬼 老實說主軸設定不太順暢 怎麼看都覺得劇情有點尷尬 好在集數不多 當作娛樂小作來看的話 也算還行的作品 HOME TOWN 三顆星 很多人氣了這部劇 都是因為覺得劇情太撲朔迷離 謎題一個接著一個 但其實劇情雖然橫跨不同年代 剪輯呢是還蠻順暢的 如果有耐心看到結局的人 回過頭去回想劇情的話 就會發現一切其實連貫得很不錯喔 如果喜歡邪教主題的懸疑劇 可以多點耐心把這一部看完 警察課程3.5顆星 因為是我女神主演的新劇 而且從選角就讓人非常期待 確實劇情前段充滿年輕人的活力感 劇情發展也是順暢又吸引人 但到週後段劇情呢就有點太膠著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重點 看點變得比較無趣 可惜了這部正面又熱血的題材 不過看演技派們一起標戲 也算是中規中矩的好劇喔 3.5顆星黑色太陽 作為電視台創設特別企劃 赤資巨額打造的韓劇 在播出前的期待度呢可以說是最高層級 再加上男主角男公民的號召力 的確讓這部警匪特務主題的韓劇收視開出紅盤 可惜劇情發展和剪接 並沒有跟上優秀演員們的演技 真的是可惜了這樣子的陣容和投入的資源 1 The Woman 3.5顆星 考論度和收視率都非常高的這部劇 前段劇情真的是極極好笑極極有梗啊 女主角在愛情喜劇裡演技真的沒話說喔 兼具搞笑與認真的劇情 可以說是這部劇成功的首要重點啊 可惜我個人覺得後段的劇情有點鬼打牆的現象 精彩度呢比前段少了很多 但是喜歡愛情喜劇的人還是不能錯過這一部喔 達力和馬鈴薯湯3.5顆星 藝術主題呢在韓劇中並不常見 再加上土豪爆發戶 這兩個衝突的元素結合成為一個很可愛的一部韓劇 不過這一部喜歡的人會很喜歡 器具的人也是不少 如果有耐心的話可以看看男女主角可愛的互動 以及他們這次在這一部裡面完全不同以往的突破性演技喔 海岸村恰恰四顆星 海岸村在播出中以及播出後呢都因為各種原因討論度居高不下 在主題和演員們的選擇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優秀 這種溫情又帶有很多可愛笑點的劇呢 往往都需要很優秀的演技來作為支撐 那這部劇的各種小細節呢做得很不錯 雖然對我來說步調有點緩慢 不過喜歡這類型劇的人一定不能錯過喔 魷魚遊戲四顆星 網飛的爆款韓劇啊 紅片全球的這一部韓劇呢 類似大逃殺的情節充滿了正負面的評價 那其中展現的人性啊還有角色魅力 我覺得是這一部最大的看點 那這樣的主題本身就充滿著討論度 寫心程度和劇情中設定的遊戲都讓人看了欲罷不能 能接受這類劇情的人呢千萬不要錯過 已無知名四顆星 作為網飛的原創劇呢不同於魷魚遊戲 劇情比較單純 為女主角加入了殺父仇人還有再生父母的矛盾情緒 整齣劇的氛圍呢雖然暗黑又有點沉重 但是透過女主角突破性的演技呢 還有每一位角色突出又立體的描繪 讓這一部劇充滿了層次感 外加暴力險性的場景也沒有少推推推 紅天璣四顆星 我已經很久沒有對古裝戲這麼期待了 這部該有的古裝套路呢都沒有缺少 還加入了一些可愛的笑點 那男女主角呢都非常討喜 主題融合奇幻元素也是還蠻新穎的 雖然也有後段劇情比不上前段精彩的情況出現 但這一部在近期來說呢是非常下漢的古裝劇 第一批逃兵追氣令4.5顆星 網飛原創劇再一發啦 韓國軍中發生的事件一直都非常有討論度 那這一部透過兩位負責追氣逃兵的軍人 帶出很多不公不義的現況 劇情不乏沉重治癒的情節 讓人能夠好好反思和關注這樣的議題 整體情節呢使引人入勝 不管劇情還是後製上都是很優秀的作品 地獄公使5顆星 這一部呢是我期待非常久的題材 那演員的演技當然是沒有話說 其中展現的邪教還有正義以及私行議題呢 也都非常值得讓人反思 外加優秀的特效呢也將劇中帶來恐懼的地獄角色 展現的淋漓盡致 血腥和驚嚇程度也都很值得一看 我已經開始期待起下一季的到來了 那這一回要推薦的好劇呢是由漫畫改編的 其中內容主要包含了自我成長啊 還有一些溫馨又日常的可愛戀愛情節 最重要的主軸呢還有主角們的腦內細胞劇場 這部呢會將可愛的腦內春動畫 還有實際拍攝場景做一些串串剪接 完全沒有違和感而且還有加分的效果 這部裡面的內容呢也有非常多 值得令人深思的好劇子喔 第一點可愛動畫溫暖呈現 這部劇的主軸呢就是主演們的腦內細胞村啦 透過可愛的動畫角色呈現 讓每個人都想像了一下自己的腦內村 會是什麼可愛的模樣 透過細胞們也間接的呈現了主人 在每個時刻內心真正的想法 是非常可愛又特別的表現方式 精細的動畫製作真的非常值得一看 第二點日常劇情打入人心 劇中並沒有特別充滿爆點的情節 而是順暢的演繹著主角們的日常 劇情呢是人人都可能在現實中上演的情節 看了以後會發現一些似曾相似的場景 既日常又溫暖的情境 劇中每個主角對於愛情的觀點都很不一樣 總會有這麼一個讓人找到過敏的情景 第三點成長型的豐富情節 有別於以往單純四位主演的感情糾葛 因為原本就預計不只拍攝一季 所以在這一部劇呢 你可以跟著女主角一起成長 那這一季只是一個過程而已 女主角和她細胞們的旅程 尾完代序 她們呢一起學會了重視自我的存在 你是不是也該在顧及別人以前 先回頭好好的愛自己呢 真的是要大推這一部裡面 所有可愛又充滿日常感的小細節 你真的會被那些小細胞們猛死 最後的重點就是呢 你就是自己的主人 跟著這些可愛的小細胞一起 好好學習如何愛自己過生活吧 我持續在看的劇還有 這陣子不錯看的劇還蠻多的 種類也很多元 那我自己個人這一波呢 最推薦的是 這部在活室的題材上呢 又加入很多新的元素 讓人真的是看得又愛又怕又緊張 而非常讓人開心的還有 這一波的古裝劇也非常的精彩喔 讓我們繼續一起看爆韓劇吧 好劇真的是持續不間斷啊 韓劇的拍攝規格還有一些內容題材啊 都是一直在進步還有提升的 如果你有其他推薦 或是對內容有什麼疑問的話 都歡迎留言給我喔 也別忘記要關注我們的IG動態 那我們就推劇下次見囉 掰掰